拜仁主席两段话大骂厄齐尔,过完随隐却坐实了厄齐尔厄齐尔之前因为和土耳其总统的照片门事件一直备受争议,不仅在德国出征世界杯前,就被球迷在赛场狂虚,还在世界杯出局之后直接和球迷公开互呛,此后他一度逼口不谈及此事,而就在近日,他发表了一则声明,宣布自己将退出德国国家队, 这个消息像一个惊雷一般,又一次炸下了德国足坛,一时间,听他的骂他的都跳了出来,而其中就包括了拜仁主席赫内斯,根据近报的报道,拜仁主席先是在采访中怒斥厄齐尔,称这位29岁的球员这些年踢的都是狗屎足球,赫内斯讽刺道,齐尔已经踢了很多年的狗屎足球了, 他上一次成功拦截对手还是在2014年之前吧,现在他在场上只会传中,如今他把他的丑陋表现都隐藏在了这张照片的背后,而拜仁主席对厄齐尔的侮辱还不仅于此, 他还说了另外一段话,每当和阿森纳在踢比赛的时候,我们就会故意针对他,因为我们知道他就是那个弱点, 没有任何一个人会怀疑厄齐尔在世界飞上狗屎般的表现,而他那些3500万粉丝,明显在现实生活并不存在,只要齐尔转中一次,他们就觉得他踢得非常棒, 听了拜仁主席这番话,拜仁完全能够感受到他的愤怒和不满,显然他说的话带有非常浓厚的主观情绪, 而赫内斯的潜词造句充满了五辱和戏谑,有失自己的风度,无论他在话中表达了什么意思, 隐藏在这背后的正是厄齐尔之前强调的,德国祖坛充满了对他的歧视和不尊重, 而就当大家还在怀疑,齐尔是否有夸大之嫌的时候,拜仁主席却亲自跳出来演绎了一番, 坐实了厄齐尔对他们的控诉,早在一段时间之前,厄齐尔的父亲 就亲上火线接受过记者的采访,一方面竭尽所能地维护自己的儿子, 强调厄齐尔根本没有故意要去掺和足球之外的事情, 另一方面他也愤怒地表示,如果他是厄齐尔的话,一定会选择退出德国国家队, 那么相隔这么久之后,厄齐尔终于做出了决定退出德国国家队, 应该是他真的已经伤心了,也许他已经认定这个国家不欢迎他, 那么,他何必再自取其辱呢? 虽然我们作为外人,无法体会德国国内对于照片门事件的情感影响, 但是回归到足球本身,球迷们心里面也有自己的一杆称, 无论你是多么的讨厌厄齐尔的行为, 但是厄齐尔在足球上的水平也绝对不是拜仁主席口中的狗事和指挥传中, 而作为德国队队员的厄齐尔,自从2009年为德国国家队首秀以来, 已经为德意志战车效力92场比赛,三届世界杯,两届欧洲杯,厄齐尔竭尽所能为德国队奉献了一切, 虽然你可以说他不是绝对功臣,也可以对他不同的球风平头论足, 但是你却无法抹杀他在92场德国队队员声哑中,打尽了23进球助攻40次的事实, 而这些数据正是对拜仁主席所代表的刻薄人士最好的打脸工具, 最后平心而论,对于厄齐尔对德国国家队的贡献,你怎么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